约翰福音第三章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戈狄姆,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统在,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戈狄姆说 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妇生出来吗?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戈狄姆问他说 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我实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 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拆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到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 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 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 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 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 取心腹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 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 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 神所拆来的,就说神的话。 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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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